一大早七点多住户吓坏了 大楼的八楼冒出阵阵火烟 紧销封锁路口出动原梯车救人 所有住户也赶紧疏散到楼下 也有人往上跑 待在顶楼等待消防队来救援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稍早七点多 高雄市区的这一栋大楼 有部分住户被浓烟呛伤 下楼后赶紧躺上担架预防性送医 幸好意识都还算清醒 而屋主在一阵混乱中现身 他接到电话赶回家 才知道事情住着 点金油蜡烛驱愁 昨天晚上六点点燃之后 今天早上七点左右 没熄灭他就出门运动了 结果从他的朱甲内冒出阵阵火焰 弥漫到了整个大楼 目前消防队已经把火事扑灭 现场清点人数之后 也没有住户受困 而因为驱从引起的这一场火警 屋主得要负起全部责任 东山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